谢谢主播 各位观众大家好 执法守法距离律增 欢迎大家来到邓宏说法的单元里面 当然我们之前为大家讲解了什么叫法律纠纷 今天还是要请到南加州知名的 这个刑事律师邓宏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时候 邓宇师我们那一般民众 什么时候该去找律师 什么样状况下会比较好 我们中国人的喜欢有问题才找律师 但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防范于未然 在没有问题发生之前就找律师 做着防范的措施 好像的话在很大重大缺车之前 很多美国人喜欢找律师咨询律师 在重大的合同签署之前的过程之中 谈判就有律师在旁边了 当然的话在个人自己的生意 或者个人被告的时候 一定要找律师帮忙了 当然的话因为是自己发生了 很大的意外的伤亡事件的话 这种情况下往往找律师 能够争取到一些必要的赔偿 当然的话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律师替你讨回公道 当然的话最后一个的话是被警察调查 或者被刑事指控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有律师帮忙 是的所以您说以上这些状况 其实跟我们一般的华人生活 都很可能息息相关 那我知道您平常 其实除了您本身的很忙的律师事业上 其实很多民众在找您寻求帮助 但他们有些人是不是会碰到说 他没有能力去请律师 那到底你会给他们怎样的建议 一般的情况之下 民事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多学一点资料 但是在美国里面的话 就是学习法律的资料的话 就是你自己的责任 你自己的话在生活在罗马 你就要像罗马的生活方式一样 以后的话 ignoring of the laws is no defense 意思就是说你对法律的无知 并不是辩护理由 所以你必须要新移民来到这个地方 要日上水族 要多了解一些 当然的话民事官司里面 你可以付一些钱 一个小时一样咨询一下费用 要律师给你一个建议 当然的话 刑事律师如果你被指控了 亲友被指控的话 如果你没有钱请律师的话 法律规定的话 法院必须要提供公派律师来帮你 这是美国宪法第六首尊案 赋予每一个民众被指控的话 都必须要提供翻译 跟律师来帮忙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像有些 我们大概在华人那些民事纠纷上 有些所谓的小儿法庭 那他这些是不是 他说都不能聘请律师 那是有这样的规定吗 或者说到底怎么回事 对 小儿法庭的话 一般的话双方的纠纷里面 民事纠纷不到七千五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简单的方法来去 但是为了公平起见的话 这个请律师 那个不请律师 这不公平 所以为了大家公平起见 都不允许律师出庭 你可以咨询律师 但是律师不能代表你出庭 但是如果你输掉之后 你不服的话 你可以请律师来上诉 你的小儿法庭的案子 小儿法庭的话 往往是大部分的案件里面 好像邻居的纠纷 输了不到七千五都可以到当地的法院 找一个small claim court里面去 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以后自己提出来 很简单 这种程序的话 所以为什么 并且法院对你这个人 不能够一年只能做一次 还是两次 不能够每天都用小儿法庭的告别人 这也不对的 好 是的 谢谢邻律师 那大家可以看到 事实上在美国 一些这个生活方式 的确和我们华人 一般所来的地方 的确很多不一样 尤其在法律上面 大家一定要习惯 这个生活方式 才不会让自己 获得法律上的困难 先把现场交换给棚内 好 谢谢邻律师